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主持 长饮年度巨制童雀台 启动新闻发布会 此次在片中 刘玉菲饰演吕布和貂蝉的女儿 同时还客串了一把母亲 这些对刘娜美女都不是难题 她甚至亲自上阵 完成从十多米高的城墙跳下的戏份 在那个城墙上往下看的时候 有一瞬间是很紧张的 看了去之前就看我的那个状态 有多专注的 如果专注的话就真的会忘掉 除了跳城墙 刘玉菲这次在片中 还要把蛇当宠物打演对手戏 她的时候就一边说的时候 就是心里很恐惧才那么讲的 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种好像就是安慰 但是后来就是盯着她看 看到后面她是什么都不爱 因为她头一直在动 没想到真的所有的人都触不意料 她竟然用手想去摸 她自己的心里 说我一定要克服的 我一定要克服的 这条西真的很好 差点想把她画脖子这样 后来 这次苏洋鹏在片中饰演汉仙帝 不过这个皇帝的爱好可是非常另类 大家也知道历史里面 其实汉仙帝他有名无实 很憋屈 对 其实人 他的性格一定是非常扭曲的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在电影里面诠释 来表示呢 我觉得这个唱戏其实挺好的 三不五十就吵 遇到他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 就开始唱戏 当天正至刘亦菲生日 苏友鹏还小唱一段送上祝福 同学的传神 与所望兴 一对家人 生日快乐 除了上面的两位 伊能静这次也当选剧组最憋屈称号 他饰演的皇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哭戏 因为其实我后半场存在哭嘛 所以而且有一些到第二天的时候 是拍我已经哭过了 已经哭到一半 你要继续演的 你就必须把自己又哭到前一天 就是已经肿了 鼻子也肿了 眼睛也肿了 才能继续演转身之后 就所以变成说 就是在现场就是 那七天是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的状态